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媽媽第一次去日本東京自助旅行 準備開始囉 帶著芒果妹妹分身一起去旅行 我們入住東京小新之家 位於小竹巷園的民宿 是台灣人開的喔 裡面還有附小廚房小冰箱微波爐 只是忘記拍照了 下午4點多才趕到這 已經來不及參觀明治神宮了 中泉八宮銅像 位於澀谷車站廣場 是日本歷史上一條具有傳奇色彩的中泉 中泉八宮的周邊商品專賣店 中泉八宮的周邊商品專賣店 東京鐵塔 1958年 1958年誕生的東京鐵塔 是位於東京之公園的電波塔 以巴黎愛菲爾鐵塔為範本而建造 高333公尺 完工以來即是東京著名的地標與景點 夜晚點燈後的東京鐵塔 閃著橘紅色燈光真美 回到住宿附近的超市逛逛 再跟可愛的芒果妹妹視訊 第一天行程就結束了 一出門就看到柴犬在散步 真幸運 前草寺 是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穿越雷門走在日本最古老的商店間 重見市場 還沒營業的店家鐵門上是各式各樣的畫作 超級精彩 好大的大草寺 據說有400公斤重 從這裡可以看到遠方的晴空塔 終於進入到前草寺參拜的區域 先到守水社用勺子取水洗手漱口 滿了香拜拜 祈求觀音菩薩保佑這次旅程順利平安 花了100元日幣抽了一支不錯的錢 這兩個 Dark Thirty diversuated OWWWWWL 一支 像在錄影 结束浅草室的行程后 走回重建市同店家都开门营业了 买了日式甜点和冰淇淋来尝鲜 这里也有好多柴犬商品 真的好难选择哦 从无漆桥可以圆眺晴空塔 也可以看到阿萨姨两栋特别的建筑 日木里纤维街 是东京最大的布街 喜欢手做的不能错过这里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始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